大家好,我现在青海省西陵市,我身后是土楼罐 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估计要爬山了 这边应该是麒陵,那边有个大石碑 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土楼罐 打车过来的,上面应该是金藏高速 这边有一条小河,还好还有水啊 哎呀,这条小河看着不错呢 好高啊,它这个是在半山腰上 行吧,我们往上爬啊 我只要爬到那个顶上,那不累成狗啊 不会吧,这铁门啊,什么意思啊 那不是我不想进啊,这是 这是进不去了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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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它是八点钟开门啊 进不去啊 玩独自了 看一下那个高速公路上面,车流量巨大 进不去,我们往左边走一走 看看这边什么意思,这边有人进出啊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大门口 难道这个才是正大门的门口 有可能啊,因为刚才那个 写的是出口 走吧 往里面边走边看啊 那这边应该是 才是真正的入口 它刚才那边明明写着土炉冠 它这个地方始建于公元106年 到现在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个顶上也有路灯 它应该是有路能往上爬 我们先往上边走边看啊 看一下这个大海龟 好多地方都有 然后那个是麒麟 既像龙也像马 是吧 所以叫麒麟 行了,那不能偷懒 既然来了,我得开始爬楼梯了 至少再往上爬一点 左右两边各有两个雕塑 雕的很好看 那上面写的是 我认识 这里面非常的安静 我从那边走过来了 聊雨花香 继续往我身后的地方 边走边看 它这里面应该是在升级改造 抬头往上看一下啊 那要爬到那个半山腰的话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一下这一排可爱的小狮子 汉白玉打造 哇塞,真不错 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啊 就是这个地方 嗯,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景台 我们走到这里来看一下 登高望远 这还不够高啊 被树给挡住了 如果再爬的越高的话 就能看得更远 哇塞,这个娃可以啊 金光闪闪啊 这应该是镀金的 厉害厉害 不是镀金的 就是镀金的 走,走到这个上面 再来看一下 就现在这一会儿不下雨 天气暴说 等一下还要下雨 反正没有办法 今天把伞带着了 走,我们继续向上攀登啊 看看再爬个高一点 就能看得更远 看一下这个松树啊 再配上旁边的古建筑 正面一般不能拍 我们就站在侧面看一下 这个房子怎么样 还是挺好看的吧 再看一下左边 从这里爬楼梯啊 继续往上爬 那个上面 在那个半山腰上呢 哇塞,可厉害了 上来了,朋友们 这个位置怎么样 哎呀,我太喜欢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从我这个画面 画面当中 能够看到古建筑 还能够看到远处的 现代的建筑 太棒了 真的是欲穷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啊 再往上的路就疯掉了 不过也好 我也不想爬了 因为再往上爬的话 太累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哇塞,好厉害哦 我知道了 远处那个地方 就是昨晚朋友和我推荐的 那个什么 海湖 唐道那个地方 我们拉近看一下 这个我今天可能还去不了 估计等到明天 有可能才会到 那边叫唐道 海湖万达广场 是西宁市的新的城区 所以等明天 我一定要过去看一下 我们继续往左边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昨天拍的 那个老城区 老城区和新城区中间 距离大概有六公里左右 正对面是蓝山公园 明天我再去攀登啊 这个反正这几天有时间 就在市区慢慢逛 走 我们再走到对面 那个观景台去看一下 从那边走过来 这里有一道门 我觉得站在这个门 这里拍张照 不要太完美了 继续往前走 你看一下 是吧 就站在这个走廊这里 这么好的地方 还好没有被大批的游客发现 让我给发现了 抬头往上看一下 上面这个 逆光看不清 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个花 这是梅花 哎呀 这个雕刻的好看 真完美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画面 站在这里拍张照怎么样 哇塞 太棒了 真的 这么好的地方 让我给发现了 嗯 现在来的早 游客不多 现在就我一个在这逛 站在这里 看一下远处 这边是西宁的老城区 我觉得这么繁华的大城市 这地铁是必须要有的 怎么能没有地铁呢 这一定要要有 地铁要从大通那边开始修 一直修到西宁站 经过老城区 然后继续往前走 到万达到唐道那边 这全长的话 估计得有三五十公里长的地铁线路 这么多人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修个地铁 现在走到宁外一边 来看一下宁远处的山脉啊 今天是屋 那个叫什么 水蒸气比较大 昨天刚刚下过雨 再回头看一下老城区 然后对面那个中间那个楼是 地标建筑了 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再往远处 那个是高原明珠塔 我决定下午呢 我要去这个塔上去登高望远 这个也要打车 直接到山顶才可以 嗯 那边是新城区 新城区明后天 一定要去看一下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